欢迎收看 看看乐乐 那么我们今天这一期 本来我想谈一个话题 而且我们等一下可以继续谈这个话题 但是我们首先我应该向大家道歉 上一期我错过了 本来是在沙漠拍大直播 拍我的第3第4首MV的里面的一个镜头 然后我以为那边会有信号 结果没有信号 所以对不起大家 这个废话我们不多说 赶快进入到今天的话题 还有一件事情 这个节目本身的时间 就开始的时间 我们可能以后会调整 因为早上的时候 虽然我确实是特别喜欢 就是早上骑得很早的一个人 但是因为乐乐还不是一个很有钱的人 所以我住在洛杉矶 应该算是中产阶级的一个区 然后都会有 由于各种各样的因素 都可能会影响到你的睡眠 晚上邻居开始吵架什么的 我就觉得主要这个风险还存在的话 因为我特别想给你们 这是一个很棒的节目 我想给你们看我最好的状态 所以如果睡眠受到影响的话 那也不好 所以我们看看以后是否会调整 这个节目开始的时间 OK 关于乐乐的废话 我们不多说 今天我要聊的这个话题 是最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 但是是中国中央行 它发表 中央行最近发表工作论文 除了建议中国不要生产太多文科生之外 其实还有很多奇葩的观点 就比如说中国女性全面回归家庭 中国最缺乏就是普通韭菜 老年人也是他们的一个负担 我们都知道 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就在于 它的这个人口 人口的机构 对吧 老人特别多 年轻人不够多 所以首先我想告诉大家 因为很多人他们听到关于共产党 关于中国这么多负面的新闻 就不管是油管上的自媒体 或者你看西媒体 大多数都是负面的 那如果是十年前 十几年前 他们的确是要以报道中国负面的新闻 吸取美国一般是底层人民的流量 因为你想一个红脖子 天天都过得很苦 但是他上网 看到北京的污染 空气污染特别厉害 他立马就会有优越感 他立马就会觉得 起码我的生活 要比中国那边要好 但是呢 最近我们都知道 就是正在加速 而且我觉得尤其是自从2018年以来 中国大多数的新闻 就是负面的 就是负面的 因为你们的中国的领导就是一个大傻逼 就是一个idiot absolute idiot 然后我觉得中国政府对于 声誉的理解 还有他们以为可以左右 或者他们有这个意愿 要左右 现在我们要控制 要限制 你不要多生孩子 到现在你必须得多生孩子 因为我们需要更多的韭菜 我们要不断的割韭菜 我就觉得会让我觉得特别不爽 而且我们也都知道 中国中国这个国家最缺乏之一的就是性教育 中国有性教育吗 有人能问我 有人能回答我这个问题吗 我们能说中国有性教育吗 连美国算是一个非常开放的国家 我们的性教育还是比较若伍的 其实性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实色性也 不是告子说的吗 很多人以为是孟子说的 但是是告子说的 刘晓明 中国驻英国大使 被发现 两年前 他看了那个练足皮的图片 然后给他点赞 最搞笑的是 他们死活不会承认 人家就是一个有练足皮 人家有练足皮又怎么了 如果换成是我的话 我就会开个玩笑 然后就可以了 大家很快就会忘掉 为什么呢 因为人无完人 没有一个完全完美的人 我们的性欲都是有奇奇怪怪的部分 而且这并不是一件坏事 所以今天我本来想跟大家聊 我那一首党牛的歌的歌词 因为我作为一个年轻男生 我作为一个29岁的男孩子 我亲眼看到 男生是因为在性没有指导 要么是没有父亲 要么是跟他们的 跟他们父亲的关系不够好 太肤浅 没有任何深度 会影响到 就会导致他们在性欲方面 就觉得没有回归之地 就是会失去方向感 然后这个会体现在各种各样的方面 就比如说 这所谓的渣男 渣男 渣男要不断地骗女生 把他们骗到船上 对吧 首先我们分析一下渣男的存在 为什么渣男存在 渣男之所以存在 是因为中国社会 中国还是一个男权社会 中国这个男权社会 还会把一个睡过很多男人的女生 理解为一个很随便的女生 我们就说就这样吧 就用过去很老的那你说吧 什么高破鞋 就反而我的意思是他们 你不会想要 对吧 而反过来看 一个男生 要是睡过很多女生 其实这个不限于中国社会 这个是在 只要有人 就会出现的一种双重标准 因为他确实是赤裸裸的双重标准 一个男生睡很多女生 他就很酷 帅 对吧 活好 很牛逼 当然女生啊 完整讲法 所以会有女生 为了保持这个所谓的纯洁 不会去探索他们的信誉 结果 而且男生 也会有一些 但是渣男 就是必须得采取一些套路 就很多人 很多中国人 他们会问我 乐乐 什么是套路 英文怎么说套路 我们根本没有套路这个词 因为套路 是意味着我要欺骗你 我要告诉你 我喜欢你 我要告诉你 咱们将来要结婚 我们可以有一个非常美好的人生 然后我睡你之后 我就要离开你 我就 跟你断练 跟你断绝关系 首先这样的男人 道德上是非常坏的 如果你是这样的男人 我觉得你应该好好地反省一下 但是同时 之所以有渣男出现 是因为女生被大男子主义社会 被大男子主义思想束缚着 女生当然自己也想多探索 OK 别自欺欺人 别以为 只有我们男性 是有这个非常强的性欲 我们都有 只不过是女生 要保护好自己 因为如果你是个女生 你今天晚上去美国任何的一个酒吧 甚至去欧洲 甚至去中国任何一个酒吧 只要你想找到一个可以跟你上床的对象 都容易 都是很容易的 所以我经常说 男性的性欲 可以说是更频繁 就是会达到一个比较 就比较强 难以控制的状态 去更频繁 这个频率就更高 但是女性也会 OK 也当然会 当你掌握了这个事实之后 我觉得你才能够 把你整个爱情观升级 到一个更成熟的状态 那这个成熟的状态是什么呢 并不是说 如果你要跟我上床 那第一个条件 我们要谈恋爱 我们要给这个 我们要把这个标签 扣在我们身上 说我们是男女朋友 我们男女朋友 我们才能上床 你如果非得是男女朋友 才能上床 那假如说你们上床之后 第二天早上 你们在吃早餐的时候 你就发现人家是一个 你特别讨厌的人 我们就这么说吧 你特别讨厌 他现在一点都不适合你的人 那因为你已经跟他说 我要跟你谈恋爱 然后他说 我也对你是有意思的 最后你们终于上床了 因为有 就迫于社会的压力 你们很有可能会将就一段时间 对吧 会凑合 你我都认识 好多中国年轻人 有可能是因为催婚的压力 有可能是因为孤独 反正是在将就 他们结婚 不是过幸福的一个人生 而是在将就 It kind of works 你看 在中国 在美国也是 只要一个男人 有钱啊 有名气啊 就出轨这个现象 还是非常普遍的 然后我觉得 我作为一个 以前是兄弟会的会长 有一些人可能不知道 兄弟会是什么 就是长话短说 兄弟会 它是美国的一些社团 然后他们会做很多 比如说慈善活动啊 但是也会开party 也会开派对 每一个兄弟会 都会有自己的一些原则 就比如说我们的兄弟会 是全学校 唯一如果你经不起那个费用 那个入会的费用 你仍然能加入 所以我们当时的兄弟会 是最多元化的 从人种来看 最多元化的 也是开最好玩的party 那个时候 我确实是 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吧 你可以这么说 但是这个也不限于我一个人 我看到我身边呢 很多女生 也是在探索 那探索信誉 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原因 或者说它能给你最好的一个成果 是你会发现 你过于的追求信誉 会反而 它会反而毁掉你的人生 它会反而误导你 过由不及 凡是有个度 但是很多 尤其是我们的男人 其实我觉得作为女人的话 她们成熟的可能更早 所以她们早就会发现 但是女人 你们可能不会发现 男人的性欲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是 她是无时无刻都存在 都在影响你 所以这是为什么一个儿子 特别需要一个父亲 所以你进入发育期 这个父亲可以指导你 可以帮你 否则这个信誉 很有可能就会被扭曲成一个 像习近平 那样的一个坏蛋 你如果不相信的话 whatever 这就是我的观点 但是我在这首歌里面说 我说 这个生命的旋律 应有信誉 而连绵不断 但是 沉浸的灵魂 却只能奏向 低沉的旋律 OK 我们 我要确定 因为这首歌是用英文来写的 我说 What's the key behind the young lad's energy 小伙子 无限的活力的背后 有何驱动 你下面会来指导你 但是生命的旋律 应有信誉 而连绵不断 但沉浸的灵魂 却只能奏向 低沉的旋律 你如果过于放纵 它会破坏你的人生 但是同时 英语 但是同时 不是说你应该完全拒绝性欲 对吧 不是说你应该像 天主主义那样 就是不断的压迫 镇压 这是为什么我要录这个节目 给你们说 因为我觉得 中国没有性教育 没有人敢在一个公共的平台上 给你们讲这些 其实大家都应该听的观点 因 于 所以因为 有肉欲 而得到的教训 孤制一致 孤注一致 孤注一致的 孤注一致的 眷恋 被接受 或者被拒绝 压抑 肉体 循环的渴望 最终 也只能 孤注对神父的 忏怀 有这种 对神父的忏怀 它是来自于 压抑肉体 循环的渴望 所以不是说 你过于去追求 性生活 就非常好玩的 非常丰富的 新生活 是对的 而也不是说 你应该完全 压抑它 还是那句话 中央之道 中央之道 但是 你怎么找到 适合你自己 符合你自己的 中央之道 探索 经验 冒险 那如果你是女生的话 我告诉你 我真的觉得 你应该去学一下 怎么防护 就一些 基本的防护 基本的自我防护 我练了几年的摔跤 我将来要是 有女儿的话 我肯定会让她学一下 怎么做 因为不管你在美国 还是在中国 还是在欧洲 你都会遇到变态 很疯子 而且我觉得很多 这些男性的变态 和疯子 是因为小的时候 缺乏父亲的爱 缺乏父亲的指导性 所以他们才变成那样 这个 实色性 也 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 而且共产党 会把它理解为 像一个数学的问题一样 这个也会让我特别烦 我们能 其实如果你们要懂 你们如果要观察 美国的政治和中国的政治 这两个体制区别多如牛毛 特别多 但是这两个体制内的政客 主要的区别就在于 美国这边大多数是律师 律师出身的 而中国那边是工程师 工程师 要看一个人口的问题的时候 基本上不会把它看像 是人 而是像一个数学的问题一样 我们要 你想独生子女 当时就知道人太多了 我们该怎么办 那你就不能多 你只能生一个孩子 这个怎么执行的 如果他们怀孕的话 我们就多胎 行 解决了这个问题 就这么直白 这么冷静的思路 只能来自于 一个缺乏共情能力的工程师 那不是说律师就是更好 最好的 因为律师其实他们最擅长的是什么呢 上面有政策 下面有对策 所以这就是找法律的一些漏洞 我只是说 我看到像今天的这个说要 就不要生太多这些文科生 而且很多说是女生要回归家庭 你如果是一个女生 你的目标 你的人生目标是生孩子 当一个妈妈 那你很棒 这个太棒了 我妈本来是我爸爸的上级 两位当时 是在美国的纽约广告行业工作 然后我妈并不是我爸爸的老板 但是是她的上级 然后他们就是说 先是有两年只不过是朋友 才开始谈恋爱 后来我妈离开了这个职业 离开了她的工作 然后要当一个家庭主妇 对于我和我姐姐的这个帮助 是enormous 特别大 你能你能够有一个全职妈妈 在帮你抚养孩子 那当然是一个非常好的福利 但是同时 你千万不要以为 你作为一个女生 你千万不要以为 你这一辈子如果不生孩子 你就是 你就是没有价值的 你就是不是一个女人 你不是一个真正的女人 什么的 这不是bullshit 你如果一辈子你不想生孩子 你想发财 你想多探索这个世界 你想看诗和远方 那是属于你的权利 如果你只想生一个孩子 那也是属于你的权利 我就觉得 这个信教与信官 有的时候 尤其是因为政府 但是也是来自于 没有言论自由 所以你们没有办法 很自由的谈这些问题 对吧 你仔细的看 Duniel这首歌的歌词 你可能第一反应是 这是不是有一点歧视女性 但是实际上 我是对小伙子们 因为我毕竟也只有29岁 我以前也是一个19岁 觉得这信誉是在控制我的很多行动 在吓逼 所以我想给你们这个前车之鉴 告诉你们 不应该过于去探索 而过于去 I don't know 追求那种生活 你要有其他的生活 我跟大家说实话 以我29年在这个世界上的生活来看 你要幸福 不要以你自己而生活 你要以你和其他人的关系 才生活 好 Nick你要进来 进入来聊的话 我的搭档又来了 可以进入 来吧 等一下 Nick 你还是说 我说你这个标题 是不是把这个中文打错了 我看你这个标题 中国不要生产文科生 特别是后面这一句话 女性全面回国家庭 是应该是女性全面回归家庭吧 回归家庭 对 这个标题并不是我写的 所以如果要怪人 要怪学人 我就觉得 因为你这个标题 就有奇迹 我叫前面回国家庭 我大家一起看 但是这个是中央 这是中央 中国洋行 最近发表的工作论文 我看的就是说 要鼓励全面生育吗 因为现在韭菜不够割了吗 对 韭菜 对 韭菜 是家庭 不是说要在美国继续 嗯 没有关系 对 今天这个 可能这个 这个这个新闻 关注度不多 因为我看 平常你的节目 可能都有三位数 但今天这个节目 只有两位数 可能这个话题 我估计这个 这个因为 我跟你说 也是因为我们迟到了半个小时 哦 迟到了半个小时 因为我本来想聊这个话题 是具有争轮店的 对对对 具有争轮店的 因为我将来 我也是在摸索出来 这个看看乐乐 这节目的风格 我觉得我做 我光做一个时事大谈 或者一个 一个新闻 这一个政治评论家 我觉得 没有太大意义 当然是可以做的 我是一个 透过秀演员 所以透过秀演员 他们必须得 每一个领域 都能谈到 就我们说的是 masters of none but experts in everything 就是我们对于 很多不同的领域 是有一定的功底 但是并不是 对于任何 是算是一个专业 是完全是master 但是我当然不一样 因为 就有中国这方面的 但是呢 我就觉得 中国就华语网络 最缺乏的是一个 可以自由聊 想这样的话题的环境 那虽然现在 看这次直播的人 可能不多 也是有各种各样的原因 但是我相信 只要有一些人看 而且我能够通过我的观点 影响到他们的观点 我就觉得足够了 够了 足够了 对 你这个话题 就是前一段 前几天 这个央行说 这个要全面放开声音域 不要等人们 在想声的时候 就想声的时候 你不让声 到时候你放开的时候 他又不想声了 大概就是这个 新闻点 我妈 34岁 才生我的 所以 也没有什么问题 对对对 但是 现在中国就存在一个问题 因为大家都 因为 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环境 生 就是说 你生下来养不起 就是说 没有这个环境 所以 第一是 很贵 是吧 第二就是 大家都知道 这个 反正我生下来 也是给你当韭菜哥 那我就干脆 就不生了 所以生育率越来越低 因为中国人非常实际 对 中国人的实力 他们就真的是很厉害 所以他们觉得 我宁愿把我所有家庭 或者说资源 投入到一个孩子身上 这样的话 他才更要有竞争力 对吧 因为这样 他才有可能 能够上一个 比较 比较好的中学 然后他才能够上到一个 比较好的学校 也许最后 也许会有机会 留学什么的 就中国父母 还是非常实际的 对吧 对 所以中国政府 再鼓励 最后还是一个 实际上的问题 这个你这个标题的 前半句话 中国不要生产文科 这应该跟这个后面 是不是没有 没有太大关系 应该是两个独立的新闻吧 或者两个独立的点 一个是炒 不不不 这个工作 他们的工作论文 就是这样写的 你说那个央皇的文章 也写了 中国 要多弄理科生 不要文科生 是吧 要少生文科生 就是培养文科生 少培养文科生 多培养理工科的人 是这个意思吗 生产 对 可以说是生产 对 教育 是生产 对 培养起来 因为我看到这个新闻 就是我关注的 它是让人放开声誉 但是这个文科生 我倒是没有看到 我就跟你讲一下 因为我 我最近也在玩 那个clubhouse 就是针对这个 这种各种这个新闻 就是 就是大家讨论的 就是说 这个一般情况下 理工科的人 看这些政治新闻 或者是对这些东西 没有文科的 看得深 一般情况下 为什么呢 就像 我不知道你刚才分析了 没有 我也来玩 我觉得很重要的 就是中共49年之后 它一个1952年的 高等教育 就是高校大合并 它把这些学校 就是以前民国时期的 一些好的学校 把这些文科 就是法律 政治 新闻 全部砍了 因为它那个时候 是工程师治国 效仿前苏联 就是主要是工程师治国 所以后来培养了 你看江泽民 胡锦涛 什么习近平 这些大部分的这些 都是理工科 因为对于中文科来说 这个文科 对于他来说 就是一个禁忌 你像我学法律的 是吧 法律就是 就是自由民主 政治学 新闻就是新闻自由 法律就是司法独立 政治学就是 就是说文科 你不得不接触到西方的思想 对 你不得不接触到西方思想 所以他们是一个禁忌 他们就是说 我只要你 搞这些技术就行了 你不要想那些 那些根本的 社会制度性的改革 这就是为什么 中国是戊戌变法 日本是民智维新 日本民智维新之后 它就一跃成为亚洲第一 就是因为他们 不只是学那些技术 他们更主要是学了西方的制度 就是这些文 这些是文科方面的东西 所以他们一下子越居 而且刚好这个 你可以随着这个政策的变化 也可以在中国的艺术行业 看得出来 对吧 就是当中国文科 就至少你可以当文科生 电影啊 剧本写得更好 电影拍得更好看 对吧 第五代 第六代 第六代导演 他们所指导的片子 我觉得是最棒的 就这个时候也是 也是李克强崛起的时候 就是文化创作 就是简单的说 文化创作就是言论自由 就很多禁忌 它不让你碰 有些电影 你也知道拍了不让放 涉及到文革 涉及到反右 或涉及到六四 根本就不让放 白色 所以这些你根本就 没有这个 你没法拍 你没法拍 我们没法 我们的社会没有办法有进步 对对对 我们没有办法有进步 所以就比如说 这是为什么白左和政治正确 确实是很过分 而且确实是个问题 因为他们想封住你的口 他们想封住你的嘴 对对对 不想让你说话 对 不想让你发表你的意见 但是他们并没有发现 只能通过像咱俩现在的这种交谈 对 我们才能摸索出来 人生的一种方向感 对 我们打 冰主人说 你一定是对的 我一定是对的 咱俩都是年轻小伙子 在试图找出我们生活中的方向 我已经不年轻了 谢谢 你已经不年轻了 我 80后吗 90后吗 我估计大也不少 你80后吗 我80后 你是90后 对 差得也不大 而且 其实我想的比你 还是很相似的 虽然我们年纪差了很多 但是我们的思想还是很相似的 那肯定 其实我觉得80后才是中国最清醒的一代人 你觉得这个怎么样 这样说吧 我本科 我的大学 我是学安典节 就是工程 但是我硕士 我是学法律 学弱 所以我的本科同学和我的研究生同学比起来 我的本科同学的粉红就明显多过研究生同学 就是这样 所以一般情况下 确实是 这 哇 这个很有意思 所以你刚才说的理论 是背后有你的亲身经验来支撑的 对吧 因为我们学安典节就是天天研究那些什么物理啊 那些东西 但是我们学法律就是研究 是吧 什么叫自由 什么叫人权 什么叫人权 这些 所以我以前跟我本科同学聊天的时候 基本上就是我一个人跟他们所有人辩论 他们就是那种 你也知道的 就是那种 那种 因为他们确实是既得利益者嘛 简单来说就是既得利益者 对对对对 没错啊 而且是比较知识之利的 对 我的研究生同学 他们虽然也是既得利益者 但他们知道什么是对的 什么是right 他们不会公开站出来为共产党辩护 只是说我不谈 但是我的本科同学就会站出来为共产党辩护 说啊 共产党做了很多好事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这个文科理科 一般情况下还是不一样 共产党就是 我以前在罗杉矶就主持过无数华人活动 基本上是连续两年的时间 就几乎是每一个月至少会有一两次 就规模比较大的活动 甚至为曾经为了北京天津和河北 那个三个字 我忘了 私家庄 对 就是为了他们非常隆重的活动 我去当主持人 所以我就是在那个时候经常会跟一些比较高级的党员打交道 然后我个人发现首先很多是非常聪明的 很多是有脑子的 很多也是比较有国际思想 可以跟你聊 他们可能对美国历史知道的比我多 但是他们虽然可能有一些会承认中国现在的一些问题 以及习近平的问题 就在私下跟我聊 但是他们的家庭已经在海外 他们的财产已经在海外 他们已经逃避了 那你只要能离开那个墙 你就可以大声的支持共产党 因为这个只会帮你 对吧 这个只是对你来说是一件好事 对不对 但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 很多人他们就是会过于的丑化 他们最讨厌的一个人 就因为我们都需要 其实美国也是以前有苏联 然后很多人认为川普就任的时候 中国就是被称为我们的假伤敌 对吧 要树立一个假伤敌 这样的话你可以从自己的身上 注意力转移到另外一个问题的身上 对吧 对吧 所以这是为什么很多白左 他们不会重视共产党的问题 因为以前川普老提这个问题 所以白左会觉得 哦 太阳这就是bullshit 你就是 lying 你就是 lying 你就是 lying which is ridiculous and it drives me crazy but it's interesting to see 如果你一干子打翻一传人 你反而会失去生活的各种色号 你反而会失去 经历的体验到生活的各种分寸 可以这么说吗 就看到很多不同的色号 它的细节 对吧 所以所以这个 这就是因为前面这个标题 我没看到 就是从共产党的角度 它肯定是第一 想多一些韭菜给它割 第二 多一些渔民 而不是说像我们这种 有独立思考 of course 这样 这样的国家有未来吗 你说这样的国家的经济能继续发展下去吗 我在clubhouse上面的房间里面 我觉得只要你是在国外 你有一点independence thinking的话 你都不会变成一个粉红 确实有粉红 但是我在clubhouse上面 相对来说还是少于这个像我这样的反对 确实因为 最后的问题是什么呢 我们怎么能够把他们都团结起来 我们能够做出一种要反对共产党 是以中国人为主 反对共产党的组织 因为大纪元 它已经错过了这个机会 因为背后有这个法轮功的思想 or whatever 我觉得 而且主要的问题也是 共产党有everybody的巴饼 它有所有中国人的巴饼 你们的家属还在中国 所以你如果在海外发表一些反共的言论 他们就会危险你的家庭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但是也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我身边有太多想发表自己意见的中国人 对 我觉得是我们就是我们是反共 是反对共产党这个体制 但是我并不是说整个9200万共产党员都是坏人 这个是绝对要分开的 所以说 我完全同意 但是很多极端反共的人会说 你大外宣 你大外宣 那个因为就是说你要把它分隔开 因为这个体制 很多有良心的人 他没办法 他就像你说的有家庭有什么东西 我们反对的是共产党这个邪恶的体制 但不是属于9000多万人全是要 就是如果中民主化之后 我们应该按照新的政府会有新的法律 我们会按照事实 按照法律 他做了哪些事情 违反了这个 是吧 这个是有一个准时的 不是说所有9000万全部送到集中营去 是吧 所以 这个我相信 这个是 这是我特别喜欢的一部美剧 大家如果有空可以去看 它好像有中文字幕 它叫Mindhunter 美国八十年代的时候 美国的联邦政府终于开始采访那些连什么杀手 就是那些 就是会杀很多人的那些疯子 他们本来只是把他们 就要坐牢一辈子 后来他们开始采访他们 因为他们只能通过了解他们 就比如说发育期发生的事情或者小的时候被父母的虐待 他们才能够避免这个问题 他们将来才能够避免这个问题 所以而且这个美剧它的核心是为了打败或者为了反抗你最害怕的那个群体 你的那个enemy的那个对手 你首先得尽量采取他的思想 你首先得同情他 自己自比犯 对我的意思就是每个人生下来都是一个 可以说是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 不是每个人生下来就是 他如果成为杀人犯也好 他都有一个成长的过程 这个经历 就是你这个制度的恶 如果这个制度是恶的 他能放大他的人性中的魔鬼面 如果你这个制度是善的 他就会放大了天使面 你说希特勒 他难道一生下来就是一个魔头吗 那是小朋友 那肯定是生长过程中慢慢慢慢怎么样怎么样 变成这种恶魔 但是的意思是说不能因为他是坏人 我们过于丑化他 而且因为你过于丑化他 你不愿意聊这个话题 你不愿意接触这个话题 因为比如说共产党 我老说是全世界 是全世界的公底 我还是这么认为的 但是我也不会说共产党的每一个党员都是坏人 因为我认识很多 很多人说党就是把这个党员当成一个证书 而不是真正的相信什么共产主义这些 只是当成一个16级证书像一个Department一样的东西 但是这种分寸对于大多数的人来讲是很难以掌握的 Unfortunately 他们会犯我们以前学过的那个小统计 而是谬误 而谬误 逻辑谬误 对吧 很容易 简单 所以我们就是还是要按事实 不能说是你不讲事实一味的抹黑 就像一些白左不讲事实一味的抹黑川普 或者不像一些反川普的人 反拜登的人也不讲事实一味的抹黑川 抹黑拜登一样 我们还要看事实 他的政策哪些好 我们就支持哪些不好 我们就批评 这就是一个言论自由一个社会 而且这也是一个成熟的选民 我特别讨厌有人会问我 乐乐你是支持民主党还是共和党 我说我看哪一位选手做得更好 我就把我的票投给他而已 and that's it 而且是具体的法律 具体的不能大而化之 对 但是很多人其实生活也是很闲 很无聊 所以他们必须得有某一个派别 来就是基确 这就是中国的战队意思 要么在我这边 要么在他那边没有这间 我们要斗争 我们要fight 因为我有那个支持川普的凯文 我的那个美国朋友 曾经在我的节目出现了 所以我也曾经被很多白左攻击过 对 攻击过 同样我也被无数的川普攻击过 但是呢 但是最后呢 我的频道 还是有很多非常理智 特别支持我的川粉 只要这个存在的话 我觉得这个 至少我们有一点点希望 对对对对 你永远不能跟傻逼讲到 你只能跟正常人讲到 对啊 所以不要对 跟正常人 像你 那我们这个节目就快要结束 谢谢你 聊得跟你聊得很开心 我们以后会改变 我一会 我一会去DC OK好 拜拜 Yu Joe 是一个举手要聊的人吗 还是我们这个节目就讲到这 哦 那来吧 A来 哈喽 我上次跟你聊过一次 我想一想什么 哦 就是 当时我当时不用这个名字 我就说这个 其实你前面这两条还挺有意思 因为第一条 我跟我一个在这边读 读Electrical Engineering的一个同学 就讨论过这个问题 就我跟他讲 那个杨恒均就是一个中国一个双面间谍 后来回国了之后被抓了 然后他当时就写了一个倡议书 就是建议共产党应该怎么样改正自己的错误 实际上是一个 就是一个相对比较温和的改革派吧 或者现在是被抓了 他是一个澳大利亚公民 然后我在跟他解释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当时就跟我说另一模样话 他说中国就是应该多培养一些理科生 这些文科生就是喜欢捣乱 就这个东西呢 就是他这个文科生捣乱的这个思想 好像就是说 还是就是说很 就是说他们在至少在他们那一派形成共识的 不完全有统治者 就是他们那一派是有共识 第一次文科生喜欢捣乱 而且在毛主席早都讲过一句话 叫做支持越多越反动了 就是你知道东西越多你就越容易成立 对这样 这就是第二个问题啊 我觉得 这个应该是毛泽东在年轻的时候说过的一句话吧 不是毛泽东老的时候也说 这是毛泽东老的时候说的 毛泽东老的时候他支持越多越反动 意思很明显嘛 就是说 知识分子成为了他们当权派的敌人 对 要说得很清楚 他们就是敌人 而不可能就是我毛泽东 这个文化大革命和大跃进 我们有一点责任 全是这些资本家 对吧 反动态 其实毛泽东那个时候倒是说的很白啊 当时毛泽东还说过 人家问过他鲁迅 如果在毛主席那个时代还没死 如果在大陆的话会 就是鲁迅如果在毛主席那个时代 那你会怎么处理鲁迅 当时毛泽东说的就很白 要么就在监狱里面 要么就给我闭嘴 就是 鲁迅肯定会被把他给骂得很惨 对啊 就是他毛泽东倒是一点都不掩饰 就是说第二个问题啊 就是说 其实我还挺 其实因为你讲这个性这个问题 确实是一个 一般人不太愿意讲 那确实是一个很很重要的问题 我也觉得很重要 因为我是一个 怎么说呢 80后 我觉得就是说 我那一代长大也是 受到了很多这方面的困扰 disturbance 很多那些东西 那现在这一代的年轻人呢 其实现在这一代的年轻人 特别到了 比如说 95后或者00后的中国女人 这个问题反倒是比较好的解决了 可能也是通过互联网吧 至少我了解的 现在这个95后或者00后的中国女性 她这个解放程度一点也不比美国差的 实际上 这是一件好事 但是因为这个不是说你光探索 你的信誉就可以了 你也要知道 一定要带套 很多人就因为不好意思谈性 他们连这个都不愿意谈 但是一定要带套 I mean 这个就算你将来想生孩子 性病是一个很现实性的问题 一定要带套 但是 you know 这很少会听到的 这是最基本的共识 这个没有办法 在中国很多东西怎么说呢 就是说 成为了一个叫tabu 大家都不愿意提他 反正就是这一代的年轻人 反正让我是眼前一亮 你也可以说眼前一亮 另一方面 我有时候感觉就是那个叫什么 中国词叫做 jaw dropping 就是 看到这帮人真会玩 就这种感觉 我一个80后 我感觉很诧异 我就说 tabu 忌讳 这个是脱口秀行业 stand up comedy 这是他的核心 这是他的作用 就是他要不断的 就是看看大家 就是不断的质疑忌讳 就为什么我们社会会忌讳这个问题 然后如果他能够把他的想法 写成一个幽默风趣的段子 一个脱口秀的段子 可以改变你的人生 他一下子可以改变你的整个价值观什么的 所以脱口秀对我个人来讲 言论自由对我个人来讲 有点像信仰一样 因为我不信仰 我应该算是agnostic 但是我相信的就是 对于言论自由 是重视的不能更重视 就是能有你或者你 能在这边跟我自由的聊天 我觉得是对于一个社会的发展来讲 太重要 怎么说的 反正我觉得 这个我完全同意 就是说 我完全同意你的观念 这个我没有意义 就是我只是说 按照我的观察的话 其实中国女性 至少在新一大的女性 在这方面 其实已经 catch up 有点像怎么说 有点像90年代的日本 不知道你只知道 我说什么意思 就像90到95年之间的日本 它有一点点反超的意思了 对就是有点像 美国60年代末 70年代初 有点 对 它有点 它可能要经过一个overshoot的过程 然后再 settle下来 它现在 其实要是catch up 据我所了解 现在比如说在 重庆那边 玩的比较开的女生 她甚至就是每个月拿了工资 她第一件事 听说附近 他们会去找男模 甚至会 就是说 就赔酒的 就是男的赔酒的 然后她一个月4000块钱工资 她愿意花2000块钱工资 去找一个帅哥 去陪她喝酒 就是现在 我个人觉得 色情行业合法化 才是最好的选择 而且有无数的例子 来证明这一点 你看澳大利亚 色情行业被合法化之后 性病的传染率 一下子就下降了 第一 因为如果你要去 这个所谓的鸡院 他们先得看 你的那个下面 有一个灯 他们看 你有任何的性病 你就不能进来 第一 第二 有保安 第三 你必须得带套 所以它都是 而且后来 他们也是交税 要付税 所以也是可以 社会是有这方面的福利 而且他们也另外一种 不一定是英国关系 但是是有一定的联系 就是那个离婚率也下降了 这个我完全 因为我以前在澳大利亚待过 我完全同意你的观点 就美国这一种 是那种 这什么 就至少别的不说 美国现在这种 就是把所有东西 就把至少在这个方面 把所有东西都压在台面的 这种做法是不太好的 是不太好 而且是美国宗教的影响 这我又觉得 可能是宗教 我都觉得莫名其妙 就美国是没有太好国家 肯定是宗教的影响 因为如果你看性教率 跟美国和欧洲相比来讲 挺吓人的 美国好像是大于65% 欧洲可能连20%没到 但是另外一个原因 其实 你没有色情行业 这其实是政府正在 侵犯女生的人权 就他们是要用他们的 政府在控制你的身体 你唯一这个生活中 属于你的财产 政府要告诉你怎么管你 我曾经认识很多 脑子并不是特别强 智商不是特别高 但是长得挺好看 如果他们想去 通过那个方法去赚钱 你如果觉得 从你的角度来说 你觉得这是不道德 不好意思 这是你的主观 这是你的主观 OK 并不是所有的人 都是这么讲的 如果人家要靠这个吃饭 那他应该有这个权利 靠这个吃饭 我同意就是说 这个实际上 给他们增加了更大的风险 比如在如果你说这合法化了之后 这样的话 他们可以得到相应的保护 现在你说他们承担了更大的风险 人生的安全问题 收入保障问题 各方面 如果你合法化了之后 这些问题都 安全 而且我们有税 我们有taxes 你知道有另外一个 非常具有正伦性的问题 我们下一期也可以继续聊 是毒品的合法化 我们已经通过合法 这个大马的合法化 看到了 我们已经看到了 你在美国 你在加州 你直接在Google Maps上面 搜 marijuana store 你他妈不用开车 你走几步 就可以走到一个大马店 而且你排队进去的时候 你会发现 跟你排队的人 并不想咱俩 就是一些年轻小伙子们 而是有一些老奶奶爷爷 对吧 有各种各样的人 都是要去买的 所以都是安全的 而且是因为合法化 他们才能够用科学去分析 去了解它 去知道就是这个含量 是很危险的 但是只要是在这个含量之下 还是比较OK的 甚至可能是利于你的神经状态 I mean 这是为什么我是自由派 如果有人非得问我 我是左还是右 其实我是libertarian 自由派 因为他们是这两个 都觉得应该合法化 Anyway 对 那我跟你应该观点类似 没有别的了 就我跟你应该是 你就是一个libertarian 所以将来当别人 问你的政治立场的时候 你说I'm a libertarian dude whatever 好 没问题 好的 跟你聊得很开心 下一次再见 OK 好 拜拜 拜拜 那现在我们这一节目 这一期看看乐乐就讲到这吧 我是乐乐 大家如果喜欢 因为我估计我们因为可能迟到了 所以看这个直播的人可能不多 但是我希望我们把那个标题改了之后 能够吸引到更多的人 然后他们看这些其实应该是具有真伦性的话题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分享你们自己的意见 你们分享你的意见 我们可以在下一期继续聊 Anyway 我是乐乐 我们下一期再见 Peace Peace And that's my peace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